女人正准备开车回家 却被隔离车挡住了车门 隔壁车主看似好心 却一步步堵住女人退路 袭击男子熟练地将女人捆绑 扔到车上不知运往何处 女子名叫安娜 是个深度抑郁症患者 说来也很讽刺 本来她就有产后抑郁 可在不久之前 孩子又不幸离世 这更加重了安娜的状况 她一度想要轻生一了百了 只不过内心依旧有求生欲 哪怕非常的微弱 以至于她多次站上悬崖 却始终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 今天也是同样的情况 突然出现了这名男子叫做理查德 此称早就在观察安娜 发现她多日来都想轻生 所以才上前阻止 安娜本不想理会对方 然而理查德却突然开始说起孩子的事 这恰好戳中了安娜的痛处 情绪当即有些失控 和理查德讲述自己的经历 这一切当然不是巧合 理查德真的观察了很久 也发现安娜的那些小孩子照片 所以故意将话题引到孩子身上 之后理查德再讲述自己的悲惨经历 曾经在大学期间 她发生了一起车祸 导致相爱数年的女友被撞死 自己也因此受到不小创伤 在医院病床上躺了半年之久 有了同样悲惨的经历 安娜也因此放松警惕 而这正是理查德想要的效果 在她的劝输下 安娜又一次放弃轻生的想法 只不过理查德之所以这样做 可不是因为什么善心 而是想要更棒的虐杀安娜 跳牙摔死实在是太浪费了 这场袭击完全出乎安娜的预料 当她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在车辆的后座 双手双脚都被锁住 不知将被带往何处 她心中那仅有的求生欲 在这一刻被点燃 安娜想要逃离这里 不过还没开始 便被驾驶未上的理查德发现 此人证实身份 是新泽西州的连环杀人狂魔 如今已经杀害十几人 她扬言要将安娜 变成自己小屋当中 最美丽的艺术品 听到这个消息 安娜不寒而栗 知道如果不尽快逃离必死无疑 好在安娜随身带着防身小刀 而理查德这个家伙 又没有搜身的习惯 直接安娜悄悄割开捆绑的拘束带 然后趁着理查德驾车 无法分审之际 拼尽全身力气 将匕首次向理查德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 安娜身体突然一软 既然失手了 理查德立刻反应过来 两人在车内扭打成一团 车子因为失去驾驶员的操控 不自觉的发生天移 最终狠狠装在一棵大树上 因为受到猛烈的撞击 车内的两人暂时得以分开 安娜趁机逃离 但随后出现的理查德 却没有丝毫慌乱的表情 因为早在安娜昏迷期间 理查德就将一支麻醉剂注射进她体内 这种药物会在20分钟后完全生效 如今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之前安娜身体突然不听使唤 便是这支麻醉剂的作用 逃走的安娜虽然不知道这些 但也感觉到了异常 她平时经常锻炼 按道理来说身体不会如此虚弱 现在还没跑出多远 就感觉到明显的不是 最开始出现症状的便是末端肢体 随后逐渐向要害器官蔓延 没过多久 安娜就感觉到 自己的大腿开始不听使唤 理查德自然也清楚这一点 所以她正在后面加速追击 毕竟如果让别人先看到安娜 事情只会变得更麻烦 然而就是这么凑巧 没一会儿 安娜被麻醉剂彻底控制 整个身体倒在地上 只有眼睛还能眨动 如果不出意外 很快就会再次被理查德抓回去 但意外却突然来临 一个路过的老头发现了安娜 老人自称大卫就居住在附近 看到倒在一旁的安娜 便好奇地上前查看 结果却看到 她明明还活着 却无法做出任何动作 只能那样趴在地上 大卫出于担心 将安娜带回居住的小木屋 期间 她也曾询问对方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此时的安娜 只能通过眨眼表示是否 根本无法说出更多的有用信息 对此 大卫只能联系当地的警局 报告自己发现了一名奇怪的女子 全身无法移动倒在丛林当中 正当她准备说出详细地址时 轮外忽然传来敲门声 安娜的眼睛迅速眨动 但很可惜 大卫并不知道她究竟是什么意思 不过还是将安娜藏在沙发后面 这才打开门查看 果不其然 是追来的理查德 她刚见到大卫 就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神情非常急躁地表示 自己的妻子走丢了 询问老人是否有看到 大卫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男子 心中充满了警惕 当即表示自己什么也没看到 这要将理查德打发走 结果这家伙却死活赖着不走 并且说自己妻子患有精神病 本来出来散不时想缓解一下 但没想到 竟然粗心大意和妻子走散了 而且最让她担忧的是 妻子精神病发作期间 会出现摊倒在地无法行动的状况 大卫听到描述 确实很符合之前安娜的情况 这才将对方接入家中 不过 大卫并没有完全放下心来 而是继续询问其中的细节 例如 理查德发现妻子走丢了 为什么不立刻拨打报警电话 理查德却说自己手机在这期间丢了 所以没办法打电话报警 经过一连串的询问 大卫认为对方大概率 确实是那个女人的亲属 当即就要将安娜交给对方 然而就在这时候 意外再次发生 理查德的手机恰好响起 如此一来 之前的说辞便不攻自破 大卫立刻意识到不对劲 立马准备将理查德赶出家门 谁撑想 对方竟然先发制人 趁着大卫没反应过来进行偷袭 不过理查德低估了老头的实力 尽管占据现手优势 但依旧被对方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连剑无法解决大卫 理查德再次不讲武德 偷偷拿起旁边散落的匕首 趁着大卫冲过来的时候 一刀刺伤他的腿部 然后将其残忍杀害 解决掉大卫后 他为了不报陆踪迹 将整个小屋点燃 不过在泼洒汽油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藏在沙发后面的安娜 只是理查德并不知道 麻醉剂的效果已经开始衰退 在他杀死大卫的时候 安娜的手指就已经能够活动 理查德开心地将目标再次带走 他以为安娜还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因此没做任何的防备 将她扔在车子副驾驶座上 打算快点处理掉安娜 毕竟在之前的时候 大卫已经拨打了电话 如果不出所料 他们战斗期间的声音 已经被警察那边知晓 很快就会有警察将这里包围 因此理查德立刻驾车 前往最近的加油站 购买一批日常用品 这都是她经过多次比对 最适合处理尸体的道具 然而正是这个决定 迫使理查德不得不再多杀一人 因为在她购买物品期间 有一对经过的母子 恰好看到了车内的安娜 只是她现在还处在麻醉剂效果当中 根本无法出生求救 甚至连表情反应都没有 这自然引起了对方的怀疑 所以那位母亲 并没有让孩子靠近车辆 之后理查德的表现 更加让这位母亲怀疑 于是便在理查德驾车离开后 拨打了报警电话 与此同时 理查德正拉着安娜飞速行驶 虽然必须尽快处理掉安娜 但她心里还是更偏向 享受对方的绝望 因此在驾驶期间 不断讲述着各种残忍的杀戮经历 企图让安娜绝望 除此之外 她提到刚才那是第一次杀死男性 虽然非常艰难的那种感觉同样美好 很显然 理查德又开启了新的杀戮癖好 正当她沉浸在那种愉悦之时 理查德的电话突然响起 竟然是她的家人 令安娜没想到 这个连环杀人狂 不仅有妻女 甚至女儿的学习成绩还很好 不过这都无关紧要 因为这通电话 其实是安娜的催命符 理查德的女儿考试成绩优秀 所以想让父亲陪她出去玩 而目标地点 便是她准备前往的杀人小屋不远处 那里有条美丽的小河 所以理查德必须尽快干掉安娜 然后回去陪妻女 这一刻她没有心思享受折磨对方 只想着快点杀掉安娜 然后去之前车祸的地方 将自己的车子开走 毕竟如果车突然消失 一定会引起家人的怀疑 好在这时 加油站母子通知的警察感到 此人当即对理查德进行检查 很快便发现了不对劲 首先便是 她为什么会有两辆车 虽然理查德想要狡辩 声称原本的车坏了 自己开另一辆来维修 但警察却不认同这种理由 质问她为何不呼叫道路救援 除此之外 她车上那个女人又是什么情况 虽然这里是自由的美国 然而倒卖人口依旧是违法行径 理查德还想用之前的理由敷衍过去 不料警察竟然主动过去查看 这一下子 便发现了车上那用完的麻醉机针管 理查德知道自己已经暴露 于是也不再伪装 直接拿起身边的拖车工具当做武器 趁着警察没反应过来 将其残忍杀害 安娜亲眼看见这一切 内心的恐惧更甚 好在这时候 麻醉机的效果已经消散很多 她已经能够开口说话 安娜一股脑地问出诸多问题 她和理查德往日无怨近日无仇 对方为什么要一直追杀自己 然而对于这个疑问 理查德只是笑着回答道 自己当时和安娜说过 曾经在大学期间出过车祸 心爱的女友被当场撞死 自己也因此躺在床上 长达半年之久 然而她还有另外半段故事没说 当时是她亲手杀死的女友 那种感觉让理查德非常舒畅 看着对方慢慢死去的样子 她感到无比兴奋 现在回想起来还要谢谢女友 让她感受到如此美妙的事情 听着理查德的讲述 安娜只觉得对方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因此心中最后一丝犹豫 也跟着烟消云散 不久之后 理查德带着安娜来到河流旁 因为实在来不及折磨 所以理查德打算直接将安娜沉入水底溺死 也能稍微有折磨的快感 不过似乎是接连的杀戮 以至于理查德现在非常自负 即使来到水域中央 依旧是背对着安娜 没有丝毫戒备 简直是自寻死路 安娜猛地冲向理查德 将随身的匕首狠狠扎进对方的脖梗 粗心大意的理查德 为自己的自大付出了代价 然而到这里事情并没有结束 安娜好不容易返回岸上 她远远的望见 受伤落水的理查德不仅没死 反而还挣扎着来到岸边 安娜自然不会放过这家伙 迅速来到理查德身边 不过此时 她已经奄奄一息 如果不出意外 很快就会彻底死去 这一刻 安娜想到了之前的遭遇 准备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不仅没有杀死理查德 反而对她表示谢谢 准备就这样看着对方在痛苦中死去 影片至此结束 电影行动倒数上映于今年十月 故事剧情设计非常新颖 一度准备轻生的重度抑郁症患者 在某个杀人狂魔的死亡逼迫下 竟然重拾求生的欲望 最后克服抑郁症障碍 为自己努力活下去 但是 人物形象的塑造还需要努力 例如大卫和警察 死得简直太潦草 如果能以更顺畅的方式进行 将会更上一层楼 除此之外 安娜的演技也是个问题 很多细节张力不够 让原本的角色形象更加单薄乏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你们的点赞评论和关注 就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